字幕志明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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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是我金家仁 港人访港市 今天我的视频的主题 是资讯型的视频 但是有機會可能是一個騙局 但是確實與香港無關 與國內無關 但是如果這個真是一個騙局 未來有機會 國內也會搞的 我在初三的時候 其實做了一個直播 專門講未來的科技 超過半小時時間解釋 或者講解一下 現在的電池產品 還有食物稀電池 還有固態電池 鋰電池有什麼分別 好了 我講了很多關於這些資訊性的東西 那一晚做完直播之後 我又找一些資料 準備 星期二七點半 直播的時候要講的東西 因為有點脫節了 因為新年的時候我故意避開了很多時事和新聞 不想看不想聽不想理 幾天時間 初一到初三都是看漫畫的 因為我也想讓人休息一下 但是 活在香港就必須要面對現實 所以我做完初三的直播之後 找回一些 時事和政治的資料 誰知道 誰知道 看到 和我直播 講的 電池 這個話題有關的新聞和資訊 很好奇 花了很多時間看 和思考 那我就會覺得 這件事如果能做到 驚為天人 但是可能性 又好像極低 像是一個騙局 那我當然要消化了這宗新聞 再錄音 那我講解給大家聽 那這宗是什麼新聞呢 2月9日 一些媒體報導 歐洲 最深的礦場 就是那些礦井 未來將會成為巨型的 重力電池 哇我真的 講了那麼多 李電池 石馬熙電池 古泰電池 我真的沒有聽過重力電池 完全沒有聽過 各位不知道什麼叫重力電池 好了 原來重力電池的意思就是 未來 現在地球 說著地球 很多廢棄了的地下礦井 那可以就變成重力電池 如果成事的話 儲存的電力足夠 全球市場的需求 是不是呀 大家真的聽到這裡 是不是 大家可以看一些圖 礦井是這樣的 那整個 概念究竟是怎樣的呢 在這裡就把這份報導 告訴大家 芬蘭的一個 廢棄的礦井 將被改造成為一個 巨大的電池 用於儲存再生能源 在生產過剩時期的能量 說到這裡我已經覺得有點丟頭 能源有過剩嗎 再生能源有過剩嗎 有沒有呢 我想真點 又可能真的有 為什麼呢 因為以前國內有電方 是不是 但是近這兩年你有沒有發覺 電方這個東西就不見了 沒有了 因為曾經世界工廠 2051年的時候 還說真的要限電 是不是 當然 跟澳洲煤炭事件有些關係 但是 確實 有些國家人口是很少的 但是真的會弄很多風車 或者太陽能發電 然後有機會是 生產了那些能源 所謂的再生能源 是生產完之後沒有用的 很搞笑的 你可以一邊生產一邊放電 整個過程裡面 是可以產生盈利 是可以的 馬斯克其實他也做了一些產品 關於 儲能電池 他曾經 將這些儲能電池給了 如果一些小鎮用 充滿電然後整個貨櫃就運了一個電池 接駁了當地的電力系統 那個 電池是 那個小鎮 用幾天 用七天 如果沒有記錯 當然那個電池不小的 起碼有三分一個貨櫃那麼大的 而那個小鎮其實人口很少 只有幾百人 說明 就是可以充電 就是你維修好電力網絡之後 你可以充電 或者是借用 用幾天左右 就拿回 電池 是有類似這樣的新聞 但是 你說把礦井變成一個巨大的電池 那我就 真的 覺得匪夷所思 這件事 就位於 芬蘭 一個叫做 赫爾辛基 北部 450公里 的一個 礦井 這個礦井有一個名字 叫做 Persami 很有趣 他是歐洲最深的 新 銅礦 大家要記住 這個 礦井已經廢棄了 這個礦井 就是 1400公尺深的 這間公司或者計劃的搞手認為這個礦井 有 未來 儲存高達 梁少雅能量的潛力 梁少雅能量不是很多 梁少雅能量當然不能夠供給全球的 所有的人 家庭也好 商業也好 沒理由一個抗井 就可以 供應全球的能量 而且大家要記住 這個計劃 首先有了一個礦井 作為了一個重力的電池 再加上 你要製造能量 他就說是再生能源 要製造能量 然後 將能量回入這個電池 而這一種所謂的重力電池 究竟 可以令到能量 可以停留 在 這個電池裏面多久呢 因為譬如一個電池擺在 不用的話 慢慢慢慢 能源 都會慢慢 會流走的 究竟這個所謂的 礦井 重力電池 原理是什麼呢 其實我也是 自己 滋舊了很久 我也想不到 我也想不到 先聽他怎麼說 這個廢氣的礦井 會被安裝一個重力的電池 就這樣而已 他 沒什麼解釋的原理 他利用來自太陽能和風能等再生能源的個性能量 把寵物升起 在再生能源的能量生產低迷時期 寵物 被釋放並在下降過程中 用於 驅動 渦輪發電機 我又 拋頭了 我聽到這裏 其實完全不明白 他的運作模式 坦白說 我真是 孤陋寡民 繼續看下去 我很想知道這個重力電池的原理是怎樣 好了 接著找些資料 原來這個重力電池的系統 是由蘇格蘭公司 Graphic City 開發的 那 又沒有說一個原理 他們只是說計劃 用芬蘭的礦井作為一個 全尺寸的圓形來展示這項技術 他們做到的 只不過現在 他要一個礦井 就把這項技術 弄好了 然後展示給你看 那為什麼沒有模型 那你不一定要一個礦井 你隨便掘個洞 你弄一個細小小都可以 是不是 那好了 Graphic City 的執行主席 馬丁萊特 他就說 這個項目將全面展示 我們的技術如何提供可靠的 長壽命能量儲存 能夠在需求 低迷的時候 暴獲並 儲存能量 還可以暴獲 並在需要的時候 迅速釋放 這個全面的專案是為其他商業項目提供 一條途徑 開始說錢了 並運在我們 解決方案就被整合到 鋼井退役活動中 為即將結束原始使用目的的 礦井 提供一個 潛在的未來 嘩 真是 偉大 光明 正確 好 那這裡有個圖 我不知道 是不是真的 他那個 電池的圓形圖 還是一個礦井的圖 我看完我也不知道他講什麼 總之他的意思就是 我懷疑 我自己 感覺到有機會是 是不是要鑄水 我們的 車有些電池 是不是有些水電池 他說要重力 下面就是 有一些水 特別的液體 然後把能量灌注在 礦井下面 上面就用一些寵物 握住 讓一些 能量就不會流走 我這個自己想的 因為他的圖 就另外有這樣的想法 好了 去年有國際 應用系統分析研究所 IASA 簡稱 進行的一項研究估計 廢棄地下礦井中的 重力 堅持能儲 即是能量儲存 高達 70TWH 這些專業名詞我不懂得解釋 足以滿足全球電力需求 很詭略 首先這間國際應用系統分析研究所 是什麼機構 就無從 無從搜查 因為我難得找 為什麼呢 我只是覺得 他說一個邏輯 和理論 我已經想笑 為什麼呢 他是壞一全球裡面有很多不同的礦井 已經是絕了礦 已經是廢棄了 將全球大約有六百多個以上 六百多個以上的礦井全部用來做 重力電池 如果全部都儲滿電 那你的電呢 就可以釋放的時候 足夠全球電力需求 多少天 一個小時 一天 你要記住 你釋放 一去就沒有回頭了 再加上你投資有多大 先 那有沒有這樣的需要 即是 能量的東西正常來說就是 餐餐吃 餐餐清 什麼意思 你這一刻生產 譬如你生產 用TWH 作為計算的 數字或者衡量度 整個香港 一天用大約10的TWH的能量 那你就生產11 當然有1會浪費 但是安全 穩陣 好了 你說不是 基本上來說 現在就是 你要生產 12或者13 然後多出了那些 就給你儲存 那你其實是不是想著這個地方 就突然之間可能會大停電 大停電之後就用這些擴井 擴井的 電池 接著 就回饋香港這個城市 好了 這個擴井的電池 譬如假設 剛才我說的那個香港 假設有 那你用多少電 香港人用10 那你那個 擴井電池的話 起碼都要用了3天 即是你要儲存30 那是不是 可以 很重要的 而且就是 香港 那麼久以來 有多少次全港大停電 超過3天 沒有 沒有的那有沒有需要呢 沒有的就是沒有需要 是不是 如果你說世界不和平 打仗有機會會斷電 那你都不和平 是不是 你何來會有多餘的電 儲存在電池上 所以我覺得這個idea 那個 需求性 那個實用度 是幾乎近乎零的 坦白說 那好了 那他當然不是這樣看 那就是 不同的評估機構 或者 投資的公司 都是說好的 他們 有前瞻性 有環保 又為未來打算 咦 我一聽到環保這兩個字 那個懷疑態度 就立刻 要看多一點 了解多一點 究竟有多好 那就繼續說 文章是這樣寫的 這些改造後的礦井還可以為以前 依賴礦井維新的社區 提供 經濟效益 哦 有一點舊區重建的感覺 什麼意思 廢棄了礦井附近有很多人失業 中國也有很多 很多 黑龍江那邊 現在廢棄了礦井裡面的 那些 那些 礦產品 礦物已經不達標了 已經沒有用了 那旁邊附近那些人不是很貢 樓價就大一點 現在不是 現在那些礦井 就將它變成 重力電池 那就厲害了 就變成了一個 新的經濟模式 因為這些礦井 本身已經開發了 那就大大降低了 能量 儲存的成本 還有 大大降低了要掘地 和興建設施的成本 好了 譬如說現在芬蘭這個礦井 在2022年停用 那麼 這間公司就聲稱 有600個直接和間接的公職務 可以 產生了 什麼意思 如果真是 有人投資 搞這個大型的重力電池 那就 在這個礦井附近周邊就要請 600個直接 就是full time 或者part time的 工作位置 那就要請人了 好了 還要 在附近 興建一個 太陽能農場 什麼意思呢 都說了 你在一個礦井那裡儲能 那你一定要 收集能源的 最簡單來講就是 你要是整個核電廠 那你不整個核電廠的話 那你就要 用綠色能源 綠色能源有很多種的 你可以請600個人 然後踩單車 天天踩單車 人力發電 現在的電是多餘的 那就儲能 是不是 又或者 付錢 整個太陽能 農場 就是太陽能發電廠 好 說到這裡 我告訴大家 這個很明顯是個騙局 待會我就向大家揭曉一下 好了 這間公司最後 是怎樣宣傳自己呢 他們說 除了世界 是從 間歇性再生能源 來源產生更多的電力 其實這句說話我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什麼間歇性再生能源 來源產生更多的電力呢 這句說話我完全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我照讀吧 對於 能在需求低迷時 佈獲並儲存能量 並在需要時 迅速釋放的技術 需求 日益增長 有嗎 我覺得這件事是沒有的 是沒有需要的 我們正在開發 創新的 長壽命的地下技術 這項技術能夠安全地儲存能源 並 按需求提供 其壽命成本低於當前的替代方案 很明顯是自圓其說的 為什麼我覺得這件事是完全一個 大的騙局呢 第一你先說環保 老實說 我看不到任何環保 如果你加一些液體在抗頸裡面 它會產生一些化學反應 然後不停會製造能源 不是儲存 是製造能量 如果你的抗頸 你加了一些特別的液體 灌滿下去 因為那些 抗頸有那個重力 或者有一種化學的反應 令到這些液體 特別的液體 它會產生電 或者你會產生 氫氣 是什麼意思呢 譬如你是一個 礦 是鋁礦 不知為甚麼 因為其實有那種化學反應 雖然你明明是絕礦 但是也還有些雷 你幫它 鑽滿了水 你可能一次性 產生了大量的氫氣 你收集了氫氣 你就廢物利用 或者用盡它 對不對 但是這件事情 其實很多人都不知道 好了 但是 我講的理論是發電的 就是製造多了的能量 現在不是的 他說 是要 另外做一個 太陽能龍場 然後製造能量 接著 將能量 灌入這個 不知道行不行的 礦井裡面 首先 我不認為他們有這種 重力電池的技術 我絕對不認為 因為他沒有解釋過 重點就是 他說要在芬蘭 搞太陽能龍場 你們可以檢查一下 芬蘭 是一個 日短夜長的 地方 而且 是很冷的 芬蘭 聖誕之聖誕老人 的誕生地 你有沒有搞錯 它是冰天雪地 來的嘛 你怎樣用太陽能發電呀 搞笑啦 如果那些雪 可以當煤燒 就沒有問題 不行的嘛 風力發電又不行 會結冰的 太陽能發電基本是零成功的 潮直發電 你的礦井又近不近海 而且又是很冷的 是不是 變成你要在這麼冷的地方那裡搞那個 所謂的再生能源發電廠 成本是很大 而且很搞事 你沒有用的 就算給你儲到的能量 你給誰 你沒有買家的嘛 是不是 你只有投資的人不停地去見到這些 農場之後 能量就落在礦頸裡面 好了 儲滿了 儲滿了 儲了半年滿了 那給誰用 等呀 等賣家出現 即是有投資者就沒有買家 那你說這個不是騙局是什麼 是不是 看到這宗新聞我就覺得很有趣 那當中就可能有一些東西我遺漏了 即是我看不到 這種重力電池的好處 可能他搞了之後 芬蘭 就 那些礦井附近 周邊的城市 就會由自及興 但是我就看不到 確實如果他搞的時候 有人扔了錢給他 他又真是可能 就是 令到周邊的人 那個生活各方面 就會好一點 那我就 看了這家公司 很有趣 Graphic City 那他就說 哦 現在就是 彭博生能源財經 分析師估計 到了2023年 那就 儲能 儲能 儲能就會吸引2622億美元的投資 這個就是彭博說的儲能我覺得是可以的 馬斯克 那種儲能就有用 流動電池 但是你說抗井電池 我真的看不到 但是這家公司就說他們有這樣的計劃 然後當然宣布雜誌 對不對 他做兩樣東西 第一就是重力儲存 另外一種就是儲輕 利用重力提供 領域電池和抽水儲能的一些最佳特性 這個就是重力儲存 我覺得如果你真的要在礦井那裏儲存電 真的就類似那個技術應該是電池水的東西 這個是我自己想的 是不是真的這樣 我不知道 好了 我們大家期待一下 做到出來之後再有些什麼公佈 你問我會不會有投資者 不會的 這些花錢的東西 或者如果是世界經濟論壇 看重了他這家公司的話 當然會幫他的 好了大家就知道這件事了 下條影片再和大家見面了 拜拜